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不守规矩造成 你知道就是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有一个纽瓦克机场 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件事 但是咱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引起的震荡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7号 美国安全部门公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上周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有一名男子 没有通过安检 违规进入了警戒区与女友吻别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恐慌 机场安检人员要求数千名刚刚通过安检的乘客重新接受检查 并对吻别事件发生地C航站楼实施六个小时的关闭措施 许多进出港航班都因此而延误 据了解 江近男子是江西人 目前正在美国留学 根据他室友的介绍 他在机场吻别的女友是跟他同一所大学毕业 你看 就这哥们 这个小伙28岁 你也不知道他是叫蒋海松啊 还是叫江海松啊 还是叫什么 反正是个是个谐音 他这个样子还蛮可爱的 愣头愣脑的 对对对 看着就像会闯进去的 他当时啊 实际就是说 你也可以见到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草木皆兵 就是现在美国那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 就说不能这么放过这小子 说是现在的法律啊 就是说罚款500美元 最高间仅30天 那参议员不干了 说他这么一下子闯进去 说是造成1600多个乘客 延误6个小时 不止1600好像好像是6000哦 是吗 反正甚至还有人算 说整个你要把这损失算起来 上亿美元的损失 他这个机场啊 叫纽沃机场 虽然说是在新泽西州 可是他是纽约三大机场之一 纽约有三个机场 一个是甘奈迪机场 一个是La Guardia 一个是纽沃 所以纽沃很多飞机的 他不是只是一个小的州的机场 是个大机场 然后呢 当时就网上啊 也有人骂他 反正说什么都有 有人骂他说这是个白痴 还有人又要不说损害中国人形象吗 有人说不用问 肯定是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会干这种事 那也不一定 但是呢 还有人说 说他的责任没有那么大 真正的责任 你那个机场安检 怎么能够放人闯过禁区 闯到安检区 实际上呢 据我调查 当时呢 旁边有个警卫 这个警卫啊 他的女朋友已经进去了吗 咱们经常看到 俩人依依不舍 然后他已经要往里进 然后这个警卫啊 警告过这个江海松 说你不要过这个线 但是说完之后 这警卫就一边溜达 听说打电话去 他不能 自己自己的责任 他自己放弃了吗 所以这江海松 也是中国人嘛 说一看没人管了 沉一下就进去了 跟女朋友就这个吻啊 这一吻 真是一吻千斤 一吻轻重 不得了 不得了 吻了这一下 而且当时美国这个 他二十分钟啊 啊 吻了二十分钟吗 他 是这个人进去 一共前后二十分钟啊 那很久的 他们形容就叫吻瘫机场 把机场吻瘫了 但就这样 我觉得要是在中国机场 早把这人抓住了 愣没抓着 没抓着 这他就走了 甚至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有事 他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嘛 后来美国这个顺通膜瓜 抓抓抓 他正在健身房间 锻炼的 把他抓了 不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显然就是说是 这个安检人员 或者这个保安人员呢 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溜进去了 进去以后又停了二十分钟 然后又失踪了 所以他们担心了 是不是有一个恐怖分子 这样进去 所以整个机场瘫痪 是因为怕恐怖分子 我告诉你 上次那个圣诞节那个炸弹了 没炸比炸的 更厉害 就那个煤炸了以后啊 就像大家以前不是听说过 这个楼上来了一个人走得很响 结果一个鞋子掉地上 就第二个鞋子 他他想 哎呀他想了吧 他就轻轻的放 下面的人一晚上都睡不着 对吧 现在的这个东西 这个煤炸的这个东西 搞得美国现在草木结冰 其实他太害怕了 他这个草木结冰 就是这个人失踪了 所以说不定就在哪一个飞机上 是吧 说不定就是装了什么 什么炸弹或者怎么样 换句话就是说 这整个事件呢 反映出美国人 现在因为要反恐 然后他对于所有的东西 紧张到一个地步 他就不像以前那么松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的感觉就是说 美国人现在对自由的 个人自由啊 人身自由 还有就是说 跟自由相关的 所谓的人权 定义都不同了 定义不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跟欧盟就不一样了 现在说美国那边 要弄那个什么呢 全身体的扫描 欧盟就不干了 说这侵犯个人隐私 凭什么扫描我全身 但是我跟你说 你扫到李嘉欣那 那人就不让他过来 老在那里扫了 对不对 这我也就有一个意外的联想 现在不快春运了吗 你反正中国有人 做内裤的生意 给民工啊 这个民工不是回家 把钱每年春运火车上 都有被偷的吗 现在有商家推出三块五 保险内裤 很多民工要啊 因为他把钱可以塞 三千块钱都在内裤上 就中间不能撒尿 那也很麻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了 我最近听很多美国朋友都说 就说他们这个 全世界所有飞往美国的航班 这叫一个麻烦 我现在都不太喜欢 去天堂的录像第一 因为到美国去啊 你真是麻烦到极点 你比如说我们通过了机场的安检 你结果上飞机之前 他又重新来一遍 把你从来的东西都打开来 你手提的一个东西呢 你不是经过了吗 他不行 他说这个我们是去美国 而且不止如此 还要随便随机抓人 我看从这次以后 说明不是随机 每个都要抓 全部检查 他不是随机 他更坏的是什么情况 他在国内的飞机 飞来飞去 他是有选择的找人重点查 所谓profiling 他看到白人的 他比较当地的这些白人的 好一点 他看到亚洲人 他有时候就会把你拿出来 重新检查一遍 我有一次被他检查 我就问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被重新查的一排 全是非白人 可是最 然后你要是还有中东人的话 他就一定拿 最麻烦是这样 你那个名字一看 就是像回教的名字 阿卜杜拉 对啊 这个伊斯兰 穆罕默德 信仰伊斯兰的 好 他管你三千 奥巴马要是没当总统 一定是整天被重点查 但是我觉得这玩意 你也是在培养你未来更多的敌人 就是 你又造成这种 这个歧视仇恨 恰恰是拉登他们 这个恐怖主义的目的 他的打到你的一个楼是小 他打到你的法律的人心 你的出国家的原则才是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像我去美国比较早嘛 我1970就去了 那整个给我的感觉 是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 宽松 尊重你 对对 而且是在细节上都尊重你 你比如说你一到美国 我那时候只是留学生 他说欢迎你到美国来 那那你的感觉觉得好像很温暖 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 简直就是把你当贼看 是 那么这个就很可怕 那么我觉得美国大多数老百姓呢 现在心态也受到这个影响 就是以前呢 他没有这种威胁 美国 美国除了南北战争 对 没错 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什么 他都是在外面打他自己这边没什么打过 最多一个珍珠港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只有夏威备 珍珠港 说现在不同了 现在他就觉得好像我随时随地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恐怖分子来打我 这个变化我觉得在美国是最大的他的心理的影响震撼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会影响以后他的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 你说这个自由和安全哪个更重要 实际上你不管怎么查你没人说没必要 对吗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办 而且你们想如果这个事情他不是一个中国留学生 是一个美国的当地人 这个新闻有没有做到这么大 也有可能啊 因为他是瘫痪 因为他整个机场瘫痪 瘫痪机场 这倒不见得是针对这个中国人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身份在这里面至少增加了这个新闻的 这是后来 我觉得这只是后来这个的发展 我觉得美国的新闻现在已经没有特别强调中国人不中国人 可是那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他六个小时封锁这个机场 找这个人 那个很可怕 那时候非常可怕 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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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松啊 他走了 他自己完全也不觉得这有什么 抓他的时候他都很奇怪 为什么抓我 可惜那张Kiss的照片不太清楚 要不然就是世纪之吻 你知道上一个世纪之吻呢知道那张照片吧 在纽约街头二战结束 就不认识的男女 两个人在那里啪这样一吻 最后出来好多人认呐 所以那个女的是找到了 那个男的有三个 都说是他啊 当初是我啊 符合特征啊 现在这本世纪的世纪之吻 就是这一吻了 因为都跟死亡有关系 都跟战争有关系 那个是死亡的结束 那个是死亡的结束 嗯 欢乐的开始 现在是死亡的开始 欢乐的结束 广告之后见